哈喽 大家好 我是蒙恩 就是 就是真的你们看我现在的样子 你觉得我会是有遗憾的人吗 我真的 我觉得我就是那种 我一辈子不会一定要什么大事去遗憾 但是我可能就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耿耿于怀 我最近遇到的最遗憾的事 就是我去年去日本没玩好 我真的想跟你们分享一下经历 避免你们踩雷 就是首先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 第一件事一定不要因为省钱 去选择做廉价航空 我不知道你们做过那些连航没有 我做的那个 就它飞机上的硬件设备和它的服务水平 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火车飞上天了 我那一路颠的呀 我的天哪 就人家的飞机是偶遇颠簸气流 我那飞机拖运了两箱气流走 好不容易不颠了 空姐推这个小车就出来卖东西来了 它真的是在推销 推销面膜和刮虎刀 就在它那个颠簸的节奏 还有它那个激情的叫卖当中 我真的恍惚了我跟你们说 就是我本来想问空姐 就是说到东京还有多久 结果我脱口而出 说到东京还有几站 那空姐回答得更可气 我都分不清它跟我幽默的 还是它以前职业病犯了 她说下一站到了 睡吧 换面的时候叫你 然后去了日本 去了日本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个朋友都要让你去日本 带很多药回来 对吧 什么制痘的 趋纹的 止痛的 还有带什么 就是防止脚后根干裂的 对 我当时我在日本 我什么也没干 我就干药妆店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感觉我就是 我就是当代徐服 然后而且日本的那些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它很鸡肋 它没有多大用处 就是那种治大病不行 但是那小病不治也行 是吧 我上次 我当时甚至想过就是 徐服当年冬度啊 不是没回来 回来了 又被秦始皇赶走了 你们想象一下 秦始皇躺在床上都快不行了 然后这个时候徐服拿药过来 一通喷 秦始皇说 这样能长生不老吗 徐服说 能屈蚊 这样啊 能让你走的时候呀 旁边清静一点 真的没有用 而且我跟你说 最过分的是什么 最过分的是我一个朋友 他让我带一个药 这个药什么疗效都没有 唯一一个作用就是 吃了它之后 能够让你排出来的东西 变成彩虹色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玩意儿 根本是没见过彩虹吗 还是怎么样 哪买的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那些服务人员解释 你知道吗 我英语不好 那日本人英语更差 我就跟他说 我说 One drug BOOM Rimbo Rimbo 掌握好一本卖影 是多么的重要 然后我住的那个民宿也非常的差 我的那个淋浴室下水道堵了 我那个 我的女朋友就去那个打电话找老板 就是我这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英语好的人 和一个英语不好的人交流 会非常有障碍 但是如一个英语不好的人 和另一个英语不好的人交流 那简直是沟通无国界 我女朋友英语还行 但是她就下水道堵了 这种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她也解释不清楚 日本老板也听不明白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说我来我来我来 那些电话就说 You know 就是你们知道英语好不好 你说话先You know You know My bathroom 下水 under ground water 我女朋友当时就像你们这样笑我 她说under ground water 你怎么不说你是under ground rapper呢 但是你们知道 那个日本老板说什么吗 那个日本老板说 under ground water but today 顿顿顿顿顿 进阁了进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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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钟不到老板拿着皮穿就上来了 而且而且那个民宿 其实它的隔音非常差 我旁边助理外国人带了一小孩 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 半夜不睡觉 就往死吵吵 然后我就听下来就说 Daddy 后面我也听不懂啊 然后但是 然后他爸很有素质 他爸就说 Baby 结果小孩说 OK 我当时凭借我 仅听懂的三个英文单词 和当时的语境 我分析出那 爷俩的对话是这样的 爸爸 我睡不着怎么办呀 宝贝 你要是睡不着啊 你让旁边那屋也别睡 好的 今晚咱们谁也别想睡 我忍不住了 我一定要出去跟他理论 虽然我只会一个词 就是shut up 我为了让他听懂 我专门在屋里面 拿着手机听了 三遍shut up的发音 出门之后 正好旁边老外也出来了 结果大哥是一黑人 我当时我杀的 我就说 Welcome to Japan 其实我出去玩的时候啊 我每次就是有个什么习惯 就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出来 我就是那种第一次来的人 就显得很生涩啊 对什么也好奇 我特别希望就让我显得这样 我对这儿很熟 我经常来玩 然后我甚至觉得 我不说话 我在日本街头走的时候 人们真的会觉得 我就是一个日本当地的哑巴 除了这点之外 就是千万不要去那种网红店 然后日本最火的一家网红店 就是周杰伦去过的那家奶茶店 我觉得那家店 就是在利用周杰伦 在骗中国游客的钱 那家奶茶店 他就在门口写了一排中文 只有中文写的 亚洲天王周杰伦爱喝的奶茶 然后他在上面放了很多小电视 就循环播放那首MV 就说好不哭什么什么的 排队的估计全是中国人 我就说我们的钱就这么好赚吗 那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在附近商场 我就找一个洗手间 我包下来 我也写一个牌子 亚洲天王周杰伦来这儿上过厕所 我在厕所里 安上小电视 也放周杰伦所有MV 你们上厕所也能看 然后之前人唱的 哪里有彩虹 你碰Rainbow 谢谢大家 我是门恩